水狼儿巴生中路上个月22号发生煤气泄漏引发爆炸 女侍主惨遭夺命 男侍主至今还未度过危险期 余家还未成年的三姐弟顿时家庭依靠家园进会 马华雪州宣传局副主任拿督陈浩坤 今天召开记者会 呼吁民众协助余国民一家重建家园 以及资助年龄介于11岁至17岁的余家三姐弟 每个月至少2000令吉的生活费 总数大约15万 好让他们度过这个难关 我们希望他能尽快恢复 然后刚才我也跟国强了解 他们的课本之前有看到报纸报道 说这个课本在这个火灾的时候已经被烧毁 我会跟这个教育部或者是校方 学助他们拿到新的课本 希望他们在这个未来的日子要坚强 估价那边是100到150千之间 陈浩坤今天也把民众捐献的2000令吉 以及新马超跑俱乐部筹得的26000令吉 移交给余国民的弟弟 同时承诺会继续协助余家筹款 有意捐款给余家的善心人士 可以透过中国报纸爱人间基金会捐款 或是拨打以下的号码询问详情 NTV7综合报道